看完了中東 接下來要帶你回到1997年的韓國 一名小二女童普娜利 她補習班下課之後沒有回家 同學說看到她跟著一名 沒看過的陌生女子離開 以為這個人是娜利的阿姨 而女童的媽媽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驚覺女兒有可能遭到綁架了 果然當天傍晚就接到歹徒的電話 王北一開口就要2000萬韓幣 而警方鎖定發號位置 位在明洞的一間咖啡廳 而專案小組一到現場 就將唯一的出入口 都給封鎖起來了 而冤警隊在場的13個人進行盤查 其中有一名懷孕的婦人 因為受到驚嚇 表示肚子裡的寶寶在躁動 讓她很不舒服要去醫院 而警方看她是一個 大富翩翩的孕婦 不太可能會犯案吧 抄燈完資料之後就讓她離開 而其他人也都沒有可疑之處 而看到這裡 巡人的線索仿佛就斷了 但是在案發第13天 有一通電話打進了警局 這一名軍方的高階官員 說她可能知道綁匪是誰 夾著雨的午後 英文補習班下車了 不少家長來接小便回家 其中一身粉紅洋裝的 小二女童普娜莉 打扮最為顯眼 就像是小公主一樣 就事外 一名穿著紅色高跟鞋的女子 撐著傘在等她 那裡的媽媽左等右等 等不到孩子回家 召集詢問同學 得知女兒在下課後 跟著一名陌生女子離開 早晚六點 綁匪打了第一通電話 只說娜莉跟她在一起 隨即掛上電話 畢於通話時間太短 警方根本無法查出發話位置 這一晚綁匪再也沒有來電 直到隔天下午 保匪開出了數人條件 要2000萬韓元 由於通話時間比較長 警方追出了自通電話 來自民洞的一處公共電話 立刻派員前往 但嫌犯早已離開 專小組除了採集電話上的指紋外 並在附近詢問多位目擊者 整理出打電話的是一名 平約二十多歲的女子 身高不到160公分 圓臉皮膚偏黑 日八都九千萬日本印象 聞在何唄 兩千萬萬元 2000萬元阿贏 issue 我送了一千萬萬乾 好 場 accepts 那 debt 門櫻石 左竄 等 proceeding intimate 都 你好 本市 後 跟女童家属一样心急的 还有专案小组 正和时间赛跑 嫌犯的志通来电 警方分析比对 锁定是来自明洞的一间咖啡厅 当警方赶到时 确诊现场就有一个出入口 心想只要封锁店门口 就能来个梦中捉鳖 就在警方进入店内前 绑匪挂断了电话 让原警无法第一时间救出嫌犯 当时是晚上的营业时间 咖啡厅内人蛮多的 有一名男子以及12名女子 警方对这13人进行盘查 但当时这起绑架案并未公开 原警只能先框称是例行性的灵检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大副平平的孕妇向警方反应 就看到原警这么大阵仗 进入咖啡厅内让她动了胎气 肚中的宝宝躁动狂踢 她怀孕八个多月 现在不舒服要去医院检查 原警见她是孕妇没有多想 抽筒完资料后便让她离开 警方盘查了13位民众 都没有可疑之处 怪了 难道绑匪会凭空消失吗 专小组的这次行动 一仗嫌犯察觉被盯上了 邦菲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来电 专小组与家属达成共识 曝光案件 不请让那里的影像 在电视新闻中播出 也播放歹徒的电话录音 但这一个举动 难道就不怕激怒绑匪 让那里的处境更加危险吗 一名军方高阶官员 打电话到瑞草警局 说电视新闻中播放的录音档 声音很像自己的女儿 加上住家附近 有别人刑警在调查 不晓得是不是家人涉案 专小组一听 认为这是极为重大的线索 并和把男子约到警局 听取过敏港 确认这个人 就是他的女儿 全贤珠的声音 同一时间案发第二天 在民动公共电话上 所采集到的指纹 也比对出来 这是涉嫌人全贤珠 加上家属提供了照片 这是警方赫然发现 她就是那晚 在咖啡厅里的孕妇 社群人全贤珠 社群人全贤珠 家里经济环境不错 六层留学 应该不至于缺钱 她与女童 胡娜丽一家人也不认识 没有私人恩怨 警方实在想不出 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有什么动机 要诱管小女童 现在嫌犯跟娜丽 人在哪里 高警局听过绑匪录音档的军官 确认这个声音 就是女儿全贤珠的声音 而加上警方先前采集到 公共电话上的指纹 又和全贤珠的吻合 而警方隔天 就在一家汽车旅馆 逮到了嫌犯 而即便人是抓到了 但是警方还是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大富翩翩的孕妇 竟然会是绑匪 但是偏偏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就是她 而被逮之后 全贤珠相当不配合 说出这个女童的下落 到底在哪里 甚至还否认了犯刑 而原警拿出了 当天银行的监视器 看到了当天 她和失踪女童一起离开 这也让全贤珠才终于认了 但她一再翻购 甚至还说 自己的妈妈跟丈夫也是共犯 主席和女童一家人 完全不认识 又是什么样的理由 让一个即将为人母的她 对一名八岁女童 痛下杀手 按摩 一名的利益事件 28歲的前方 現在在這間公司公司 在這間公司公司 警方在新林洞的一間汽車旅館 逮捕了涉嫌人 他被帶回甄訊時 他一下車挺著大肚子 走開! 只要兩位原警駕者 才能勉強行走 面對大衡著媒體 他幾乎是癱亂 全程緊閉雙眼 绑匪抓到了 但女童人呢 全贤猪落网后始终不肯交代女童下落 甚至否认犯案 直到远景出示了银行的监视影像 就在普纳利失踪当天 下午3点39分 全贤猪和女童一同出现在银行的ATM 这是女童最后跟着她离开的身影 加上公共电话上的指纹与嫌犯一致 全贤猪眼看所有市政都指向她 她白口莫辩 只好带着远景来到射堂洞的一处地下室藏库 杂烂的地下室是绑匪先生经营的末剧团 堆放道具的地方 但现场飘散出了恶臭味 专小组心中直觉孩子凶多吉少 绑匪随后指着角落的一个登山包 不幸的是女童被找到时已经身亡多时 除了脖子有勒痕 提那些人的手机 不幸的是女童被找到时已经身亡多时 除了脖子有勒痕 体内更有药物反应 法医解剖相宴推测女童在被绑架的当天就已经死亡 全贤猪声称婚后因为欠下三千万元的债务 犯当天在补习班外看到普纳利的打扮穿着 认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因此起行动念又关女童到仓库 在她拨打低通勒熟电话后 女童开始吵着要回家 嫌犯因此为她服药 但纳利在饥饿 恐惧又疲倦下 迟迟无法入睡甚至哭闹 全贤猪因此下毒手 听到先生还相信着他 全贤猪哭瘫在椅子上 但这会是鳄鱼的眼泪吗 与他随后翻供 案件有共犯 托姆是妈妈 还有她的丈夫 全贤猪公辞反复 甚至改口说另外两名男子涉案 因为侵害了女童才会下杀手 但一声证实 嫌犯有戏剧性人格 极为情绪化 尽管警方也怀疑不止一人犯案 但在没有其他施政下 全贤猪遭到检方 依照杀人罪求处死刑 案件上诉到最高院 最后维持无奇徒刑判决 终身检警 否刑中 任谁都想不到 即将成为人母的全贤猪 有着高学历 也怀抱着作家梦想 任务婚后 经济出现状况 却依旧挥霍无度 她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 没解决问题 难道害了另一名妈妈 失去了心头肉 孙杰猪在入狱后没多久 也生下了孩子 小宝宝被领养到国外 这辈子一两人不复相见